对弱势加户来说 穿着黄色背心的新北市道德慈善协进会的志工伙伴 是他们最熟悉不过的身影 长年以来守护在身边 新北市道德慈善协进会 每年岁末办理冬令救济寒冬送暖活动 照顾新北市近千户的贫苦族群 新北市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低收入户 我们的技术的对象就是我们新北市的低收入户 这一次今年我们总共做了八个区域 其中一个是现在我们今天要做的 就是属于在我们本会所长期的零米户 然后我们每年也是会再把它们纳入到我们寒冬送暖的活动 今年我们总共有做了七个区域 总共连我们本社区有七百一十二户 那总连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都有做 那我们今年做的有区域 就我们有共疗区 然后双溪区 平溪区 实定区 那个还有乌来区 还有一个平林区 连本这个区总共有八区 新北市道德慈善协定会照顾地方弱势族群超过三十年的时间 从寒冬送暖到贫困扶助 以及急难救助等等 大家尽心尽力 去年也获得新北市政府颁赠表扬人民团体领航金奖 肯定他们的无私付出 我们会里已经创立了三十年 三十二年 今年进入第三十二年 我们希望我们的本会 以道德论慈善情的精神会继续的做下去 来加会一些我们继续需要 社会需要我们来协助的人 我们让这个来发扬光大 做好事能为弱势加户带来温暖 或是图域紧急事件需要协助 新北市道德慈善协进会伸出温暖双手 用爱心辅助走过难关 记者游文怡 板桥报道